应该一个是吃到海鲜 大连本身就是 海鲜很丰盛 海鲜很丰盛 物产丰富 另外一个呢 这个贝壳啊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贝壳它是一个大的市场 你比如说我们买钢材 要买多少号钢 买什么 贝壳也有这个市场 有正面经营贝壳的 你说买哪个国家的贝壳 你买一个是多少钱 买一顿是多少钱 买十个鸡脑像是多少钱 有的时候我们做那个贝壳手势 我们一买买几个集装箱 就从世界各地来收集 您所需要的颜色的 产地的贝壳原料 我们要选择 它的颜色正好 和这个要符合上的颜色 的贝壳去做 先要筛选 筛选 一片一片地去筛选 对 根据颜色给它们归类 对 有点类似咱们玩那拼图 先把那个大体的颜色的种类 分好了以后 再一点一点去雕刻 然后切片粘贴 因为贝壳它是有潜在颜色 你比如说它皮是什么颜色 里边不一定是那个颜色 是 所以说因为我们干这个年数 比较多了 就了解这个里边潜在的颜色 所以说根据事物需要什么颜色 我们就去做什么 取什么做的贝壳 来做哪个部分 现在有很多贝壳博物馆 全部展示贝壳的 有上万种贝壳 每一个水域的颜色都不一样 那我特好奇 金老师您家里是不是东西 都是用贝壳雕的呀 正相反 我们家的摆是很少 但是我们艺术馆的 全部都摆的是贝壳 回头可以给那个陈薇 那个马桶盖 雕一个贝壳的 一年才马桶盖 真有啊 现在七星级宾馆的 马桶盖 还有卫生间的马赛克 全部是贝壳的 是 那大孔雀多好看啊 颜色人一样的